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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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建 今天要跟各位講 很多人很多人敲網問的 估價的問題 尤其是量的量底 量側是很難搞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該怎麼做這個事情 我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案例 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去看一下 現在以前看到這個內容 你看這個量 它是具有一個 室外跟室內的一個量 那當然量要不要做室內 是會很難說 不過通常你可以認定 如果它是在室內的工程的狀況之下 你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大概 我們把它打開 它大概一定得要看到 是在室內 室外的一個位置 那為了要讓這件事情 可以快速的得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選找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處理 你看喔 這是我們已經做出來的表格 而這個表格 它可以清楚的去知道說 這個每個你的量 這所有的尺寸 那當然這是我們已經前置之位設好的 那中間就會有它的材料描述 它的備注 材料面積 成本 那這是平方公尺的 成本的總價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內容 面積就是材料的面積把它轉換成平數 轉換成平數的成本 再轉換成平數的這個總價 那其實當然答案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計算的平數的方式 就面積跟平數不一樣 那成本都是相同的 只是說成本在不同的單位下 成本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 那具體開始怎麼做這個事情 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 你在設這個名稱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去定義好 結果其實給你這個檔案 你要怎麼樣去定義好它 它給你的時候 它可能會跟你講 這是哪一根量 還有哪一個編號 然後給你尺寸 你必須要定義好 那在這個表面材料 你必須要去定義好 一個專屬的材料給它 而這個材料它才能夠回饋到你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室內的不用講 室內你必須要去定義好 這個它的量是用在室內上面 而它的表面材料必須要去定義好 而表面材料這個上面 它可以去找出表面材料上面的一些備注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你如果要強調是室內的 反刷計算室內的 你要給它在關鍵上處理到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怎麼樣去定義這個事情 撈出來 先做這個動作 這邊我們有先講這個是量底的 這個明細表 我們先把量底去掉 我們先單純處理整個的內容 但為了讓大家理解這個差異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有關室內跟室外的這個量的面積表 那我們強調一下這個是量 所以是油漆 我們給它一個量的名稱 另外一個就是室內的 這是量的名稱 一樣是一個室內一個室外而已 那我們先講它是量 那假設室外的你要去談這個事情 我們就要去講它的欄位 那在這個欄位上面 現在有這麼多東西 可是你要處理這個事情 你必須要去先去處理這個材料的描述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看一下材料描述的內容 假設這根是室外的 我們到材料描述去講 它就是我們講它叫粉刷計算 我們先定義它是建造 那這邊我們修改一下 我們給它改成室外 這樣子我們定義完之後 這個內容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室外的 那回到我們剛剛這個室外的油漆表 這個地方我們在篩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講這個 剛剛的材料描述 那我們包含了室外 看一下這個材料描述 材料什麼東西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下面有東西 我刻意做的這個事情就是讓大家理解 你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理解你所編輯的這個材料 是在什麼地方 你可能會出錯 所以你看在這個識別上面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是關鍵字 所以你得把這個關鍵字的邏輯記起來 然後我們到這邊來去做篩選的時候 你才能夠篩選對東西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並沒有關鍵字在裡頭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找 裡面有沒有關鍵字可以叫出來 有沒有 找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別的方式去 去做篩選的動作 那你要先理解 材料這個事情它不是只有在材料裡頭 你也可以用類型去做分類 但類型做分類就會牽涉到下一個問題 它不好去處理 所以你可不可以選擇標記 可以我們試試看標記 我們把標記給叫出來 你看上面有備注跟標記 那備注已經過來了 描述也過來了 好 所以我們再回去找剛剛的這個地方 在這裡面的這個材料呢 我們在這裡頭 自己 你看描述、類別、備注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類別去分 或描述去分 那它這個地方 剛剛還有一個標記 我們找一下標記看會不會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跟各位了解一下這個可能性 當你這樣做完的時候 你回到剛剛這地方來 這個室外的這邊 你看它的這個標記是材料標記 並不是關鍵注記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在認知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會在有個誤區 刻意做的這個誤區給大家看 其實你好像以為你輸入了一些什麼資訊 但是它並沒有辦法找到 所以你要認知你的明細表 可以搜尋到哪些內容 所以描述類別跟備注 你可以去分 那看起來備注是比較明確的 那我們本來備注是寫了濾鏡的標章 你可不可以拿來做點別的事 當然可以 所以描述上面就可以做處理了 譬如說我們希望它是在講 粉刷計算 在講室外的 那麼你可以把室外的就放在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一個另外一個室內 在另外一個地方 譬如說這是室外的 好 那當你這麼做之後呢 你回到你的描述表來看 這邊的欄位這裡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篩選這個地方 我們要講的是描述 那包含了這一段 我們可以用包含就好 包含比較簡單 它比較能夠蓋掛到全部的東西 好 我這樣講室外 你看室外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現在描述的這個室外 這個幾個字被抓到了 那當然我們的標記這邊也有 所以其實同樣的可證 你也可以用標記去做篩選 看喔 這一樣可以用標記去篩選 這個有標記 然後包含這個 我們想要寫室外就好 好你看室外這邊 一樣它會篩選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必要重新寫兩個 其實不用 描述上面可以做 標記上面也可以做 那以我們現在要看的話 標記上面去做會比較容易 因為它講室外 材料描述是比較動它的 所以我們回來看看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去做它的描述的變化 也就是說我們不用去強調描述是這樣 因為它其實是在做粉刷的計算 是油漆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好 那當我們這樣做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明細表 有關室外的就出現了 很清楚的知道這是哪一根梁 很清楚的知道它具備什麼內容 它的描述有什麼細節 它的標記在這邊 然後我們已經做好平方公尺成本 等等後續的這個內容 好那我們來看看室內怎麼處理 其實同理可證 那我們講到室內的部分 這邊你就要去confirm說 我的室內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關鍵字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標記 去做這個處理 那標記可以做 既然標記可以做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放 標記可以做 那回到這邊來 這一張表格呢 我們一樣欄位上面在標記這邊 你就要去看 我的標記有沒有出來 還沒有 我們把標記先抓進來 好我們把它抓進來 然後我們往上放 好 那你看標記已經出現室外了 那為什麼現在它找了室外 因為我們現在被搜尋的不是這個內容 所以我們篩選 我們要這個是標記 並且我們要講是室內 好 重新篩選 你看室內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清清楚楚的去分出 室內跟室外的這個粉刷層 而且你注意看 我們這邊的這個類型 有特別去做這個室內 那這件事也相當重要 因為當你有這麼做的時候 你這個柱用在哪裡 這個兩柱用在哪裡 是完完全全清楚看得到的 而這樣子的一個表格就很清楚 那為什麼要看到這個顏色 各位注意看 這顏色很重要 你看這裡面的這個涼的立面 因為我們想要強調這個事情 是一個表面的前景 那室內呢 我們現在暫時用藍色去表示 你要可以用什麼其他顏色 可以用紅色也沒問題 我們主要是要讓各位 在做這個時候 你完全清楚知道 你自己在用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清楚的去幫助 你去呈現這個內容 好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階段 就是你我們可以了解說 它是真實被蓋掉的 還是不是呢 來我們來實驗一下 很多人就會想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你問這個問題是說 那它真的是跑的是對的嗎 那我跟各位實驗一下 我來開這個檔案給大家看 在這裡 那我們在懷疑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定是懷疑什麼 那我的樓板 蓋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把我的梁給蓋掉 不然我這樣蓋完之後 我做完了 但是我的梁被蓋掉的這一段 不就全算進去了嗎 各位仔細看 有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這根是結構的框架 也就是說它是結構梁的框架 而這個是什麼 這是結構樓板 你必須要用結構樓板去做 所以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印證一下 我剛剛說的這個內容 這一個 梁的處理 當我把它拿掉之後 各位看一下 右邊有沒有改變它的面積 我一刪掉 各位看到沒有 這邊變6381 再看一次喔 這個本來是5795 5858 當我把這個東西一刪掉 你看它就變大了 所以各位看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完完全全知道 我們在做的這個事情 它是被切掉的 不過各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記得 你在建這個樓板的時候 不要建一般的樓板 你要建的是什麼 你要建的是結構樓板 一旦結構樓板建了之後 它才會幫你把它給結合起來 自動結合 你不需要就去剪切它 那同理可證 再來延伸看一下這個柱子 你看這根柱子呢 這根柱子在這個梁的地方 如果我將這根柱子給拿掉 它被切到的一部分 也會打開喔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數字一樣變動了 再做一次 這根柱子 它跟梁是接在一起的 當你把它接在一起之後 如果我柱子打開 它自然而然就會也 把這個數字拉開 我放這邊給各位看 你剛看到這邊 我一動 它這邊就更新了 也就是說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室內室外的粉刷面積 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你還可以算出數量來 同理可證 你這個總價的表 不論是你的成本多少 單價多少 總價多少 完完全全可以一清二楚 好 非常高興跟各位分享 這一個我們最近研究出來的 很好的方法 也希望各位在應用上 學習得到很好的推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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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